过去的2021年 对于女排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东京奥运会的如期举行 而这也是中国女排最失落的一年 因为他们创造了自己奥运会上的最差记录 不过这已经是历史 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而为了对2021年表现优秀的运动 进行肯定 对此国际排联评选了12位最佳运动员 不过有意思的是 为了制造更多讨论的话题 这12人的名单不是一次性公布的 而是从后往前一次公布 越往后公布的越慢 一次只公布一个球员 目前已经公布的3至12位的球员分别是 埃格努、博斯科维奇、卡罗林、拉尔森、加比、小采娃、沃尔特、卡内罗、艾达、哈克 所以对于前两名的球员还是保留了不小的悬念 而2021年举行了两场重要的比赛 一个是女排国家联赛 一个就是奥运会 很显然奥运会的重要度更高一些 所以参考奥运会的成分更大一点 奥运会的前4名球队分别是 美国、巴西、塞尔维亚、韩国 不过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人被忽略了 那就是美国自由人奥兰特斯和韩国队长金软景 金软景是中国女排联赛上海队的外援 金软景带领球队评了国家队的记录 而奥兰特斯是奥运会和女排国家联赛的最佳自由人 所以前两位给他们两位实在是实至名归 还有人提到了我国运动员朱婷 其实就2021年的表现和成绩来说 朱婷的确要逊色一点 所以朱婷作为黑马排在前面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当然这样的评选 虽然可能没有物质奖励 但是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希望中国女排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